我想你在我身上留下一個記號 到我將來頭一胎,剃到隻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鍵男友… 然後再開 tele llama 你這個金仔, 快手快腳, 沒想到 難怪你當顧嘟��這麼多 當顧嘟 叫我阿菇要快手快腳腳腳 就是明天已經行嗎 響 Cute… 我 Kate考慮一下 你才 Scholz 這個月真好了 菇嘟老子又離開了 現在不用做 развит時間出帳 誰說不用做的 龍少爺, 怎麼這麼錯褪 不過你們的姑娘們沒有來 我請甚麼朋友不關你的事 我包都聽了, 我喜歡甚麼時候來 好, 我們歡得的姑娘們就在這裡 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 今天就不用麻煩他們了 道長 你整壇的東西來幹甚麼 我聽說你是歡得的鬧鬼 所以就請道長來幫你們 我比你差, 哪有鬧鬼? 道長, 我開始 好, 紅少爺 展鵬, 你回來了嗎? 今天婆婆的胃口很好 吃了兩碗粥 我剛剛睡了, 我不要吵架 你有事不開心嗎? 沒有 如初呢 走了 走了? 什麼事? 走了… 什麼事? 你的唐大哥帶了個不知道什麼道士來抓你 那怎麼辦? 女群, 甚麼事這麼吵 奶奶 不要告訴媽媽, 我出去 小心點 女群 魚豬, 前面就是奈何橋 爺爺送到你這裡為止 謝謝你, 爺爺 說明投胎, 即是在世做人 以前的事忘了她 希望你喝過孟婆茶以後 下世享福 我知道了 魚豬, 等一下 等一下, 魚豬 寬得大件事 甚麼事 那個龍少, 帶上那個道士 指明道姓說要對付十一 那十一他怎樣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只是作法 人人都亂走 那人人走來走去 我也不知道十一去哪兒了 你真是沒有義氣 魚豬, 你去哪兒 我去九十一 不好, 你買了一匹道士收起來 那怎麼辦 爺爺, 我最多趕回來 趕不及了, 快天亮了 魚豬, 你這次不去投胎損失這個機會 魚豬, 不知道等到甚麼時候 但如果十一有事的話 我投胎都會不安心的 魚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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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道長,今天千萬別讓她走 你放心吧 他叫小鬼,哪有本事走出發網 小鬼,肯本道長打到你魂飛魄殺 拜託你軍,心急如律令 住手 還不去幫忙 你怎麼回事 打死你… 打死你… 宣來三七教,浮盡歸邪門 快點 道長,現在發生甚麼事 道先生,你剛才被小鬼上了 你還不敢減他 放心吧,現在被我制服了 走不掉 你走 你出來幹甚麼?進去吧 你中仰出來 剪鵬 你的剪鵬就是魂飛魄殺 道長,快給我收兩個 是 甚麼人 快點 快點 走 趙小姐,你也被你生氣 我淡師妹發力 沒事 是真的 走 你快點走 你快點走 有方法就走不掉 你快點走 走 走 你快走 你再過來 再過來,我不客氣了 你的房子 房子沒那麼容易 是你說 這個女人不給寬德 你現在怎麼解釋 我何必跟你解釋 既然我唐帝會寬德 即是我白娘也有寬德 把她交出來 你還想害奶奶?你不是人來的 你閉嘴 你別忘了 我們有馬太平親子做後台 她說我不讓你寬德搞事 我不是來搞事 你也別忘了 現在我來找我家人 你這樣叫老人勒索 好,你就去找陸姨 比我老人勒索一笨 你放心 我和李歡得意一筆 慢慢跟你算 我會給你好日子過 道長,我們走 走 走 別走,別幫人 爺爺 不要追路 我們鬥他們不會過 這麼小,重尊姐姐 坐吧,那個導師很厲害 你從裡面不要出來 走 你怎麼樣 我沒事 不知道李群現在怎麼樣 或者一家可以幫到少奶奶 其實你現在應該去投胎 你沒必要回來 我臨走的時候 有時候呢,聽到阿水說寬德有道士捉鬼 那我有份找朋友幫忙的 我沒理由看著他們有事的 這次如果不是我的話 不會令你沒有了這個投胎的機會 是我選回來的 我免得 不要緊,等我投胎之後 又要花時間等你 走 走 馬漢龍 展鵬一定不會放過你 他一定為你救我的 好啊 最好他現在來救你 我叫導師準備好 他一來的話 我等我們鬼都沒得做 你記住 現在沒有人能救你了 甚至沒有鬼都能救你了 你記住 真的沒有人能救你 你別那麼煩 你別過來,你走 你不用怕 總之現在 我暫時不會用任何你不喜歡的方法對待你 就算是死,我也不會 我怎麼會讓你死呢 在我滅得到你之前 你不能死 走,我叫你走 好,我走 不過你記住 現在唐家的所有事都屬於我的 拜託你對我好一點 我保證你以後日子都很過退 媽媽,你醒了嗎? 太太 我扶你身坐下 慢慢 小心 禮群…禮群怎麼樣 被這個壞人抓了 但我真的想不到什麼辦法救禮群 叫他去祠堂,主持功道 但我們不能進去 為什麼? 門下有對門神的 怎麼進去呢? 這東西煲好了,要不要我進來 一家… 一家… 怎麼了? 是你了 這個人吃古不化的 叫他來我寬得打水圍就說 不是,我進去他的家 就讓他把我趕出來 你在哪裡? 我不能進去 怎麼不能進去呢? 現在你是代表我進去的 他們不會難為你的 那你要他相信我才行 你不進去,誰不相信你 就當我當刻了,原著你們 你保證他相信我才好 行了,快點進去吧 小姐,你找誰的? 這位大少爺 不是,是這位大哥 我想見你們老爺,大太公 那你哪位找我們老爺 你告訴老爺 我是代表唐老太來傳話就行了 唐老太,好,請跟我進來 不知道一家說不可以碰大太公 這次全靠他了